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上周误报,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受到候选人川普的指示与俄罗斯政府人员接触。 虽然ABC随后澄清事误报,但已引发美国股市震荡,川普在推特上号召投资者向ABC索赔。 不过针对川普的号召,有美国律师指出,如果记者不是在着打压股市的目的,而是因为单纯的报道失误而导致股市下跌,本身不构成投资者索赔的理由。 综合外媒报道,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与川普一案ABC负责该新闻的记者罗斯Brian Ross引述消息指出,弗林曾在大选期间受到川普的指示与俄罗斯政府人员商讨外交政策。 各家媒体纷纷转载报道,令川普通俄门话题再度浮上台面,也引发美股市震荡。 直到傍晚,ABC才澄清川普并非于候选人身份提出要求,而是已当选总统后,才请弗林与俄国人士讨论如何对抗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ABC误报传出后,复占上24,000点大关的道指在25分钟内大跌350点,标普500升跌1。 6%工业和金融等受惠于川普交易的板块领跌,那只跌1。 7%美元指数当时也急跌0。 4%跌破93关口。 或,得平反的美国总统川普也不放过ABC,他在推特上表示,号召因此假新闻而遭逢损失的投资客去找ABC索赔。 川普表示,因为ABC新闻记者罗斯的错误和不实报道而令股市下跌350点, 这些无故受灾投资者应该考虑雇佣律师针对这一恶劣报道所造成损失去起诉。 ABC川普强调这是数百万美元啊。